欢迎大家收看TVBS2100 看世界我是叶佳蓉 也欢迎您在聊天室留下您对新闻时事的看法 来跟我们做互动 我们先来看这个震惊全世界的头条 那就是昨天美国总统大选呢 打算要再度搅逐白宫的川普 他在宾州造势 结果却碰到了枪手的袭击 只差一公分 他可能呢今天就不会活在这个世界上了 我们先回顾一下这整个事件发生的经过 这是在宾州的巴特勒在13号的造势活动 那当时呢川普正在发表一个演说来批评拜登政府 不过六分钟之后人群中有人大喊 他有枪之后呢枪声就响了 川普就摸摸他的右脸 发现耳朵好像见血 特勤也反映了赶快冲上台把川普给压倒 不过过了大概两分钟之后呢 才大喊准备好了可以移动 那后来呢特勤也发现确定枪手倒下了 那确认川普没事川普也就站起来 他说呢他挥拳还高喊了一声我们要fighting 我们要战斗 那我们为什么说只差一公分结局就会大不同呢 因为枪手其实是瞄准川普的头部的 不过幸好呢川普当时呢他要看一张图表 所以他就把头转了过去 所以被打中的是耳朵才不是头部 只有一公分这样子这么微小的差距 那幸好川普只有这个耳朵流血 那事后呢还想返回舞台来跟支持者说 他其实一点事情都没有 那很多人都想问这个意外到底怎么发生的呢 因为当时呢这个枪手的距离离舞台其实非常的近 这位声闻见识专家就说了 这个距离可能只有110到120公尺 如果枪手有瞄准的话 那川普呢可能就是头部直接会被遭到射击 所以现在呢很多人在追究原因 那有两派说法 支持川普的人就说特勤局你们要好好检讨 怎么会出这么大的包呢 不过支持拜登的这个民众也认为 这是阴谋论会不会是川普 自导自演了 现场民众惊声尖叫 紧接着传出连续枪响 川普支持者在慌乱中逃窜 枪手大拉拉在屋顶上架枪 瞄准方向就是美国前总统川普 时间回到开枪前几分钟 当时川普还在造势台上慷慨激昂演说 不过周围群众早发现不对劲 当地晚间6点04分 川普站上讲台7分钟后 有人朝看台开枪 三秒后狙击手立刻击毙嫌犯 命在旦夕川普不忘喊着让我先穿鞋 这起枪击案后 挺川普和挺拜登两边都出现阴谋论 拜登支持者质疑川普自导自演 川粉则认为特勤人员有问题 因为枪手所在位置正好是舞台的制高点 特勤队居然没有事先进空 还让嫌犯拿长枪埋伏 目前FBI初步认定嫌犯是孤狼犯案 属于潜在国内恐怖行动 定调为暗杀为罪 不过嫌犯目前没有策划其他攻击 这次暗杀动机正在深入调查 TD别新闻都不到 官员暗杀川普这名枪手他的更多背景 其实也被媒体给找了出来 这是纽约邮报就访问了他的同学 同学说呢对这名枪手的印象是 他比较喜欢奇装异服 常常穿打猎的服装到学校去 所以呢变成了这个边缘人受到同侪的霸凌 花了很多时间把自己呢投入在电玩里面 那他其实在学生时代就已经展现 对社级的热情想要加入社级校队 不过呢同学的印象是他的技术其实不太好 常常拖把而且距离很远 差了整整6公尺 所以没有办法呢达成加入校队这个心愿 不过呢他在这个学业的表现上呢 其实还蛮优秀的 他是一位数理资优生 他曾经获得国家数学跟科学的这个奖项 还曾经获得了这个500块美元的奖金 所以感觉起来呢校园生活有一些挫折 不过在学业上还是有找到一些自己的特长 跟成就感的 那我们刚刚新闻里面看到呢是FBI针对呢 这个枪手的动机他们现在想要了解 那还需要点时间来釐清 不过初步判断这是单独犯案 他是没有共犯的 所以会以国内恐怖主义这个行动来继续侦办 那另外也在他的家里面做搜索发现呢 他的车子里面有不少的爆裂物 这次犯案的枪支是爸爸所有的 同时手机里面呢也发现有2600多条 跟这次行刺川普有关的线索 不过初步了解他没有任何的这个精神病史 不过从这么多的证据显示 他是经过长时间的策划才采取行动 脸上带着腼腆笑容上台领取毕业证书 谁也没想到画面中证明普通青年 两年后竟然成为暗杀川普的枪手 20岁的库克斯住在披兹堡郊区 距离案发的巴特勒大约56公里远 案发时使用的是父亲半年多前购入的枪支 现在大批警力进驻库克斯住家附近 全面封锁街道 因为无论是他的车子还是家里 都找出了爆裂物 究竟嫌犯怎么拿走枪支 嫌犯父亲对CNN表示 要与执法人员谈过之后才会对外发言 不过库克斯身份也被棋底 高中同学谈到他 都认为他是校园里的边缘人 库克斯在学校时非常安静 总是独来独往 常常因为穿着打扮而被大家取笑 长期遭到同学霸凌的库克斯 其实成绩良好 还是名数学自由生 同学都想象不出来 他会做出这种事 目前知道的是身为手头族的库克斯 是在宾州注册有案的共和党人 但也曾在2021年捐了15美金给和民主党有关的政治团体 无论是网路还是社群都没有发现他偏激言论 暗杀川普的犯案动机依旧是充满谜团 这个谜团要解开是到底为什么会有特勤局允许这样的事情被发生呢 我们先不谈到底为什么他们没有在事先就封锁这个枪手所在的制高点 先来看呢是在枪声响了之后特勤局的反应 有人就数了一下发现 特勤花了整整两分钟才把川普带下台 就这位曾经在FBI工作过的专业人士就说了 假如这个枪手呢他不是孤狼犯案他有同伙的话 有第二名枪手的话那川普早就已经死了 而且这个涉及的位置我们刚提到离长台很近 110到120公尺 假如这个枪手他的射速比较好一点的话 那可能很容易就可以涉及到任何一个他想射中的目标 所以现在外界都开始检讨特勤局 你是不是在专业上没有继续精进甚至能完全疏忽呢 很多人就质疑这个特勤局的局长 认为呢维安这么失职 你是不是要请辞下台来以示负责呢 认为这位局长上任之后花太多时间在做DI 要多元要公平要包容 不过没有去检讨一下我们的本业 我们要保护重要人士这样的重责 大任到底有没有好好的来执行 那另外现场其实也有这个FBI的人员在场 所以有人认为FBI是不是也应该要负责呢 不过他们就解释他们的人在场只是负责支援的 是特勤局在主导维安计划 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单位 所以认为呢还是要特勤局出来说清楚讲明白 所以确实现在这个众议院的议员呢就说了 已经联系特勤局希望他们来做报告 也要求这位特勤局长需要出席听证会 要做一个事后的大检讨 那当然不幸中的大姓是川普本人没事 只是耳朵受伤 不过川普的粉丝呢当时台下非常多人 那其中这一位呢是川普的铁粉 他听到枪声之后想要保护 跟他一起来参加造势的妻子跟小孩 就转身背面面向呢这个枪手射击的位置 结果后脑勺重担不治身亡 那川普呢事后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也说 这位粉丝是大英雄 群众大叫指着看台一方要大家快点来救人 因为有支持群众交榴弹波及受伤 川普造势遇上暗杀 唯一不幸的罹难者就是他 在台下参加造势的50岁交防队员康佩拉托尔 同事群带哽咽不敢置信 据传当时康佩拉托尔和妻子女儿出席活动 混乱下他扑倒家人 结果子弹刚好打到他的后脑勺 美国总统拜登也赞赏 他是一位英雄 不过亲友不敢相信 参加造势居然会遇上死结 同事拿出旧照回忆起他的过往 他也是一名忠实穿粉 共和党人当然趁着这时候 大力称赞自家候选人 即便面对枪手企图暗杀 川普仍处变不惊 这起枪击案 已经为这次美国大选 投下极大变数 TDPH新闻中不倒 确实大家都在问 接下来美选会如何的发展呢 我们先来看 这是华盛顿观察家暴 在事后对川普做了一个专访 川普就回顾了当下的情况 他说要撤离的时候 他之所以会握拳高喊战斗 是因为他想让群众知道 他其实没有事 那他会继续的前进 因为毕竟枪击案对他来讲很不公平 他知道全世界都在看 历史会自作评断 他想要证明的是 他们没事会继续坚定的 坚强的来往前进 那当然这个局面对拜登来讲 其实呢就比较不利了 因为焦点全部都在川普的身上 这个时候呢也不好继续去批评他 必须要展现自己的人道关怀 所以拜登呢在第一时间也马上来谴责这个攻击 打电话给川普阵营来问候 那也发表一个全国谈话 希望呢社会的对立能够降温 也承诺呢会请有关单位赶快来调查 而且呢尽快的来公布结果 所以对拜登来讲 现在似乎呢不是一个采取对骂互相攻击战的 这个好的时机点 希望让选民用政绩来聚焦呢 他对美国的贡献 那另外的一个问题是呢 这个枪击案发生的地点在宾州 宾州一直都是摇摆州 今年的选情其实呢也还蛮不确定的 所以现在呢发生枪击案 恐怕拜登更难对宾州的选民 说服他们把票投给民主党 所以这一仗恐怕还是蛮难打的 或是我们用历史的这个事件来看 在1981年呢 雷根遇刺 不过共和党当时的其中选举呢 还是失利的 也没有讨到任何一点的好处 所以学者就分析认为呢 这次的枪击案恐怕有一个趋势是确定的 就是独立选民会变得越来越多 他的声音可能会变得比较大声 那纽约时报的分析则是认为 现在大家都在想要找战犯 有很多的愤怒或是焦虑的情绪在 所以这很可能会继续撕裂美国的社会 险遭暗杀的美国前总统川普 隔天按原计划抵达威斯康星州最大城 密尔瓦基 下击途中他停下脚步 再度多次振臂握拳 本周他将在这里正式被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他接受华盛顿观察家暴访问时透露 枪击案后他全面改写 将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演说 希望用着历史性的一课 让全美甚至全世界团结起来 不再聚焦对手总统拜登的政策 美国总统拜登也在美东时间 周日晚间八点的黄金时段 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正式讲话 呼吁美国人团结政治降温 这是拜登2021年上阵以来 第三次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重要谈话 这次距离11月5号大选不到四个月 而拜登自己的政治前途堪忧 拜登谈话六分多钟 美国主要新闻网 包括保守的福斯新闻都进行直播 面对党内万败声浪的拜登 尽管一如往常说错几个字 但椭圆形办公室的讲话 让他展现了现任总统的力量 也是他重要的象征性形象 枪击案发生后 拜登阵营立刻撤下电视广告 暂停其他政治活动 拜登则返回白宫坐镇 下令对现场为安进行独立审查 并听取相关报告 尽管两党议员大多必谈枪击案政治效应 呼吁团结政治降温 但共和党籍众议员议长强声 却把矛头指向拜登和民主党人 不过根据路透社分析 2021到2023年200多件出于政治动机的暴力事件 致命的政治暴力多来自美国右翼而非左翼 根据追踪网路舆论公司数据 枪击案发生后几个小时内 社群上提到川普的次数是每日平均的17倍 当中不少表达同情或呼吁团结 但也有许多是毫无根据的说法或阴谋论 不过现在全美各地都有川粉站出来 坚定力挺川普 2024共和党全代会周一开幕 大会场地密尔瓦基的体育馆第一服务广场外 已经可以看到大批警力进驻 周边也拉起维安封锁线 尽管周六在宾州才发生枪击案 但美国特勤局表示全代会的维安计划不变 强调已做最高层级规划 体育新闻众可怕到 马上来关注体育界的大消息 就是温布顿网球在台湾之光 网球好手谢淑威呢 他在混双项目拿下了冠军 这也是他生涯的第九座金杯 那另一个男单项目呢 很多人都在看 这次是西班牙的新生代好手 艾卡雷兹 他击退了乔科尾棋 6比4先拿下首盘之后 第二盘第三局破发成功 接着气势很旺 以6比3强下胜利 连下12分 直落2胜过墨西哥组合 至于男单决赛 则却复制去年的冠军战戏码 24座大满贯得主乔科维奇 对决西班牙小蛮牛艾卡拉茲 两人击斩了两小时 27分钟 艾卡拉茲最终以直落三 以6比2 6比2 7比6 击败乔帅 连两届在温网南单称王 手下生涯第四座的大满贯冠军 击退桥王在创新里程碑 也延续生涯大满贯冠军赛百分之百的胜率 只是这场实施级的对决 她也来了 穿着紫色礼服 带着夏绿帝公主 身为网球迷的英国凯特王妃也逗场看球 甚至还担任颁奖嘉宾 而这也是1月宣布离癌后第二次公开露面 出席活动不只获得全场鼓掌欢迎 也让外界猜测凯特恢复状况良好 身体正在好转中 第二新闻综合报道 另一个足球界的大消息 也对我来说是一个心碎的消息 那就是欧洲国家杯的决赛 西班牙对上英格兰 最后呢西班牙是以2比1拿下了胜利 这也是西班牙的对史上第四度封王 而且不得不说这个冠军呢 含金量非常高 连过了好几个强劲的对手 那西班牙呢也打破了这个 在这场赛会当中的一个记录 这次是七战全胜 新闻到全场狂跳进入派对模式 穿上西班牙红色球衣也秀出国旗 全部人嗨到最高点 因为此刻西班牙在欧国被击退英格兰 拿下冠军四度封王 无敌舰队拿下冠军关键就是他 西班牙替补上阵的27岁前锋 奥牙尔赛巴尔 在第86分钟攻进制胜球 打破上班场平手的僵局 包住西班牙以2比1赢得比赛 不只是相隔12年再度捧起欧国杯冠军奖杯 这会更以七连胜创下历史记录 成为欧国杯首支全胜队伍 而单届狂禁十五球也是史上最多 纪念历史一刻点起彩焰狂欢 西班牙不只在欧国杯缔造新里程碑 更打造出明星球员 今年才17岁的新星亚马尔 不只成为史上最年轻的冠军球员 在欧国杯四次助攻也成为助攻王 更拿下最佳年轻球员 只是反观对手看着这决赛后烟火 可笑不太出来 英格兰上届输给意大利 连两届都在决赛失利 不只是欧洲五大联赛国家里 唯一没有在欧国杯摘冠的队伍 更从1966年世界杯足球赛摘冠之后 就再也没有拿过任何大赛的冠军 如今在与欧国杯的手冠擦肩而过 也被英国媒体称为是男足58年的伤痛 体验新闻综合报导 而看完这两场精彩的赛事 网球跟足球之后 我接下来要期待的就是 下个礼拜的巴黎奥运了 在26号会开幕 不过14号呢 刚刚好是法国的国庆 就今年非常特别 这个庆祝仪式呢 就把国庆的烟火 来跟巴黎奥运的圣火点燃仪式 做了创意的结合 缤纷盛大的烟火沿着爱菲尔铁塔绽放 法国今年的国庆日 奥运圣火刚好抵达巴黎 无人机也在夜空中排出田径 体操极剑等图案向奥运致敬 释放烟火之前 奥运火炬也在绕行全法 各地景点将近70天后抵达巴黎 前法网球王诺亚 在巴黎市政厅前点燃圣火台 防弹少年团成袁俊 也受邀担任绕行罗复工路程的 第一名跑者 吸引大批粉丝献胜加油 今年国庆阅典礼 除了传统的喷射机与仪队表演之外 还有满满的奥运气息 表演者排出奥运五环图案 前马术运动员瓦尔雷 在法国总统马克宏面前 进行圣火传递仪式 另外过去充满垃圾的赛纳河 经过诊治后 究竟能不能进行游泳赛事 法国体育部长欧迪亚 亲自跳到赛纳河里游泳 保证没问题 不过就算部长挂保证 巴黎民众仍然对于赛纳河的卫生情况 感到迟疑 距离巴黎奥运开幕只剩两周 法国这次举办和尚开幕与河中赛事 希望能成为奥运创举 TV新闻综合报道 工厂正在赶工的垫子 要供应巴黎奥运使用 像是柔道摔脚垫等多项器材 来自中国大陆的制造工厂 我手里拿的目前是我们的摔跤地 这款是楼道地 首次推出的我们的一项智能芯片的技术 可以实时的采集运动员的 在运动过程中的力量速度 以便于对他的做楼道运动时 进行一个训练的指导 还有已经运抵巴黎场馆的乒乓球桌 也是中国制造 根据中国大陆官媒宣传 桌子表面制成经过最佳化 加强摩擦和弹跳效果 表面有高分级一个特殊处理 所以球感摸上去 像冰滑一样 很滑的 应该在整个的行业中 是最新的技术 巴黎奥运的乒乓球场上 还有地板也是中国制造 跟363篮球场的地板 出自同一家公司 我们是在原材料的使用上 进行了我们的创新 它能够使地板更加环保 低碳化 然后符合可持续搬展的一个理念 另外根据官方数据 巴黎奥运吉祥物八成 是made in China 多数来自浙江义乌 而上一届东京奥运 全球14家顶级赞助商 只有阿里巴巴是中国企业 今年多了中国大陆乳制品大王 蒙牛集团 中国大陆将派出405人参赛 当中一共42人拿过金牌 美国尼尔森预测 中国代表团可能斩获36金 跟美国代表团预计的37金 不相上下 提供新闻综合报导 不过中国大陆目前整体的经济 看起来还是相对疲弱的 最新公布的第二季GDP的成长率 只有4.7%是低于外界预期的 不过是在很多人都期待 中共召开的三中全会 能够刺激经济来挽救颓势 满街的警车 随处可见的制服警员与便衣 以及京西宾馆门口的路障和交通管制 路过车辆不得任意停车 甚至全北京市禁止无人机起飞 超高规格的维安举措 因为这里正在进行一场 受到各界关注的会议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 第三次全体会议 15号上午在北京开始举行 为期四天的三中全会 依照惯例原本应该在去年下半年举行 但疑似受到大陆国内经济持续疲软 以及多名高官落马受查等因素影响 史无前例的迟到了将近一年 基于李尚福开除党籍处分 会议召开前 北京当局已经把大陆前两任国防部长 李尚福与魏凤和的党籍军职完全拔除 并且确认行贿受贿罪名 显示高层已经对落马官员的处置定性 也说明在内部人事议题上 习近平已经摆平各种声音 只待三中全会后宣告结果 外界推测关于前委长秦刚的结局 以及解放军内部反腐结论 都将尘埃落定 三中全会的话呢 其实是深化改革 特别希望这是一个更加全面的 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整体的办案 包括人民日报与新华社则选在三中全会召开当天 发表评论文章与全媒体头条 强调全面深化改革 北京当前高举着习近平所主张的薪质生产力 也就是要发挥国家整体力量 推动电动车 AI与晶片等高科技产业发展下 外界相信这届三中全会将会更着重在供给面 也就是透过深化改革 让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可以大量出口到全世界 借由越来越亮眼的出口数字来拉抬GDP 内地上个月出口增长是去年三月以来最高 好过市场预期 但进口转跌 有分析就认为内地消费信心不够 内需疲弱影响进口表现 然而进口衰退且出口大增 所引发的贸易顺差扩大问题 却可能让中国与欧盟等贸易伙伴之间的 分歧与冲突越来越激烈 至于中国国内需求疲软所导致的通缩与不景气等问题 外界虽然希望北京当局能够增加对私营企业的支持 并且在鼓励生育和户籍政策上面加强改革 以便进一步推动城市化并且促进消费 但一般相信这届三中全会不太可能会提出大动作刺激经济方案 内地第二季经济增长访问 而中国国家统计局在三中全会开幕当天 透过书面而没有按照惯例开记者会所公布的最新经济数字 则出现明显减速 第二季GDP增长率仅4.7% 低于市场预期 也低于第一季的5.3% 甚至是五个季度以来的新低 此外六月消费品零售总额只成长2% 创一年半以来新低 也比市场预期和上个月的数字都要低 连反映基础建设与房屋等施工量的固定资产投资 增幅3.9% 虽然符合市场预期 但仍比上个月小幅收缩 会议对于市场的是否有推动 我觉得由于预期这么低 所以其实你只要稍微出一些利好 都会使市场向上行 而不是向下行 作为过去中国经济火车头的房地产 仍然跌跌不修 包括70大中城市的新屋房价 与去年同期相比 跌幅扩大到4.9% 与前一个月相比 收到当局五月底推出的 降低头期款与贷款利率等措施影响 跌幅出现小幅收缩 但北上广深四大城市中 仍只有上海的新屋房价 小幅回升 其他持续下跌 中国房地产的预政法力 也让过去地方政府主要收入来源的土地财政 也就是透过土地相关税金或者土地出让金 来取得财政收入的生存模式出现困难 因此这回的三中全会传出可能会在财税制度上 做出改革 调整中方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支出责任划分 来减轻地方财政压力 至于具体措施仍有待四天之后 三中全会闭幕所释放的讯号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不过现在中国大陆有一个现象 就是月扫可以说是供不应求 需求量大概有600万人 如果你是在城市工作的月扫的话 你的薪资其实不会比白领上班族要来得低 不过在西安就发生有一位月扫 她非常的不专业 甚至导致一名女婴不治身亡 妈妈哭诉因为月扫照顾不当 宝宝窒息身亡 事发在四月初 中国大陆西安一对夫妻 为了给早产儿更好的照顾 在知名平台天鹅到家 花费超过四万五台币 聘请一名薄金月扫 当时特效顾问称 这名月扫曾带过早产儿 当过医护比较有经验 不过月扫第一天到班 妈妈就发现月扫并不专业 多次跟平台要求更换 但是当晚外难时 父亲发现孩子状况不对劲 送医抢救人宣告无效 抢救的时候 医生告诉我们是肺炎吸入了打量的奶 孩子已经不紧了 没有 他就说他们懒得有保险 他们只承担10到20个人 事发之后 平台清除了这对夫妻的服务讯息 对月扫争议冷处理 宣传片自称是美好公司 服务标准化 登记超过240万名加正工 服务次数超过600万次 占月扫保姆市场近两成 年度交易额近百亿人民币 但是天鹅到家争议不止一桩 就曾发生过奶瓶上出现黑色煤具 没洗干净 竟因此喂奶十多天 还有月扫为了午睡 把雇主赶出家门等等 因此被网络批评 贵不等于专业 TB新闻综合报道 很多人其实都想要追求更高的薪资 因为对现况其实不太满意 有调查就发现 在美国有6成5的上班族 觉得自己的薪水太低了 不过想向公司争取加薪 其实也有蛮多的细节需要注意的 我们来看看美国财经媒体CNBC有哪些建议 每个月拿到薪水确觉得跟自己付出完全不能相比 甚至跟同事的薪资还差了十万八千里 在美国有超过6成5的民众觉得自己薪资太低 但超过6成的人在上一次入职的时候根本没有好好谈过薪水 专家认为这很可能就是薪水太低最根本的原因 专家表示到值的时机点很可能左右薪资的高低 也因此出现同工不同酬的情况 原力资源专家表示 一旦觉得自己的薪资过低 当然要想办法争取 不过不要第一时间就贸然找老板理论 做好功课才有机会争取合理的薪资 公司当然希望花最少的钱 请到最有价值的员工 因此薪水谈判也得有技巧 人力资源专家建议想清楚自己留下来的原因 不要把自己跟同事的薪资搬上台面比较 才能避免犯了谈判的大忌 我认为何要避免 是避免犯了这个 避免犯了这个 金字谈判 如果持续陷入僵局 或许可以改要求主管提高福利 包括各种津贴 增加假期或是弹性上班等等 但专家强调 如果像哈利这样 跟同事之间的薪资差距实在太大 很可能已经涉及歧视的行为 除了诉诸法律讨回公道 选择离开不合理的公司 也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TVBA新闻综合报道 正在用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 也欢迎您拿起手机 在我们的频道呢 按下订阅跟分享 如果您是用电视收看的话 您也可以用手机 在频道的留言区 来跟我们做互动 不过最近的台湾房市 其实很热络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上车 这个新清安贷款呢 但也出现了一些乱象 像是转租或是人头户等等 所以政府现在呢 有一些措施 希望能够改善这个情况 就是呢 要签自助切结书 而且这个新规定是塑及既往的 让不少之前贷款的年轻人觉得 实在吃不消 为了让年轻人买得起房 政府在去年八月推出新清安贷款政策 但就要避免炒房 近期是推出了新规 不过这新规也让许多首购族 无所适从 之所以让人无所适从 是因为政府新年新规定可塑及既往到去年 像是首购族Y先生 去年底在台中买下第一间房 但当时政府端牛肉鼓励买房 却没明确定义买房限制 跟着政府政策走 等到入了坑 后续限制才接踵而至 新规定必须签自助切结书 假设贷款户发生出租 人头户等违规情况 借款年限从40年降到20年 更可能从清安加的1.75% 一口气升到2.5% 以Y先生为例 新清安贷款上限1000万元 光环本金 每个月负担从2万多元 增加到4万多元 压力倍增 贷款层数下来比其实都会是很低级性 而且会有财政很大的影响 发现你是在做一个投资的状态的话 它当到20年其实对年轻人的一个还款压力 是马上就会产生的 这个感受里面是有惩罚的意味在 就算之前的新清安生贷人没签署 自助切结书 后续被查到有转足事实 也会以不符合原贷目的为理由 追回利息补贴 而且利率比目前市场行情地板价 百分之2.185还高 财政部强调 清安政策一向是自助原则 切结书只是加强善意提醒 带权的审查 带后的管理 以及新增的 这个现代一次 都是为了能够维系政策的目的 避免沦为投资客炒房利器 要给首购族 进场勇气 政府政策美意 不容偏移 TVB的新闻 里面会全体台片栏报导 今天是解研的37周年 而为了要落实转型正业 在中正纪念堂的国军仪队 今天开始呢 他们会撤出讲公的同向大厅 改成每一个整点 会在民主大道上来做 请勿展示 步伐铿枪有力 正气化一 国军仪队44年来 在中正纪念堂 讲公同向大厅内的战绍交接仪式 就在解研37周年这天 画下句点 更改后的国军仪队 勤务展示 会从大中门以及大校门 一路往民主大道走 民主大道上会拉起红龙 而仪队就会在这里展演 两侧各会有礼宾三人 绕着堂体 最后在民主大道上会合展示 有国外游客一来 就巧遇首次的户外展演 如果是可以更多一点人 可能会更好看这样 一样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 每个整点都有巡查和训练展示 结束之后在原路返回秦辈市 整体时间大约15分钟 遇到下雨就会取消 不过总统赖清德上任之后 火速将一队撤出同向大厅 更选在解研纪念日这天 再再展现转型正义的落实 态度上要化被动为主动 除了牵制到国安 牵制到法律 牵制到当事人人权的部分 否则的话 我们应该以公开为原则 民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正义也不一定 时时都存在 只有靠我们共同的守住 捍卫争取正义 争取民主 我们才能在一代又一代 一次又一次的变革当中 持续的往前进步 告别44年来的战哨交接 一对从同向大厅走向民主大道 也是在转型正义这条路 迈开新的步伐 最近南韩社会在讨论一个现象 叫做网路公审 就是会有人在网路上 公布一些罪犯的资讯 希望可以直接来教训他 不过南韩的专家认为 这样的现象显示出 人民对司法体系的不信任感 也可能会造成受害者的 二次伤害 海鲜拉面一口接一口 大块朵頤的爽快模样 刺激观众食欲 镜头前总是展开 活泼开朗样貌的 南韩吃不网红之样 日前却开直播自爆 是约会暴力受害者 Youtube频道累积超过千万订阅的 资样指控前男友 对他长期施暴 偷拍布牙影片 要求他到封月场所工作 甚至向他勒索高达台币9600万元 资样过去曾提出刑事告诉 无奈前男友却已轻身身亡 逃避法律责任 案件因此被迫结案 而现在出面说明一切 原来是因为这个录音党的曝光 有人用资样过去遭遇当筹码做威胁 紧接着自以为正义化身的YouTuber 公开这段勒索经历 引起轩然大波 让资样不得不出面说明一切 没有经过受害者同意 就试图透过大众力量 踏伐加害者的私刑制裁剧动 背后是否有趁机操作 赚流量的意图不得而知 但确实造成加害者严重困扰 这样的案例已不是第一次 之前公开密洋机体新暴力事件 加害者身份的网红 同样被控并未得到受害者许可 甚至有人无辜卷入风暴 被误传使加害者名誉遭严重损害 打着伸张正义旗号的行为 正反评价不一 如今在南韩社会掀起润战 韩剧《黑暗荣耀》宋慧乔演出的女主角 曾经遭受到的霸凌 最后都返回到恶人身上 大仇得报 还有模范继承车和非法正义 主角们都化身黑暗英雄 制裁罪犯 南韩以报制报的复仇双剧 让不少剧迷看得大快人心 但这样的举动其实游走在灰色地带 像是米洋风波中公开 假害者个人资料 让假害者被网报 已经触发 没有考虑到受害者的感受 未经同意传播 也等同揭开受害者伤疤 造成恶刺伤害 只是追问溯源 私刑制裁的兴起 源自于南韩民众 对间调司法系统的不信任 认为残忍犯罪的加害者 早情判纵犯 根据调查显示 有49%的受访者赞成私人制裁 只有4%认为不适当 也就等同南韩民众普遍主张 如果法律无法寄出应有惩罚 就应私刑处理 要像从根本解决私刑正义问题 恐怕得从重拾民众信赖做起 成为南韩司法系统 代解之体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回到台湾来看 难道现在街上又出现 这样的强迫推销吗 这是艺人艺欢 他就分享 他在台北东区路边等车 但碰到一名销售人员呢 直接把这个去角职也 抹在他的手上 他就试图把他拉回店里面 强迫消费 作为一期战区之一的东区商圈 这里店铺很多 其中更有不少是买化妆品保养品的 不过近期有消费者 在那边逛街的时候 却遇到了有强迫推销的情况发生 甚至更严重一点的 直接把试用品 涂抹在自己的手上 多年前 当谈话性节目班底 渐渐打开知名度的艺欢 说日前只是在路边等个车 两个人就围过来 先称赞自己的鞋子好看 上那间 手上就被盗了去角职业 不得已进店铺洗手 准备走人时 对方一个法夹弯 问要买一组8000元的 还是单罐进3000元的 无言乐 这是强迫推销吗 提醒大家别上当 提供地点线索 重回现场之机 果真有类似的店家 以两男一女 三人小队的方式出没 专挑女性或长辈下手 只鞋子称赞 转移注意力这招 这么巧也用上了 父亲消费者说 这情况层出不穷 很常遇到 你现在走过去就有了 没有 我就直接走掉了 不舒服 当然不舒服 因为不需要 然后是一直塞我在手上 然后就嘴巴过 它下会反映吗 你自己的个性 对 我就说不要 几乎都说如果真的没有买的意愿的话 就离开吧 没有让他图 但是他只要以为过来 我说我不用 我不用 我觉得反正因为他们也是工作 可能也有业绩压力 如果遭业者强制留置当场 强迫购买 这已经涉及 社会秩序维护法的强卖罪 消费者可以在收到商品之后 7日内 不付任何理由 向卖家要求退货退款 结束契约 一查强卖行为 最高可数3日以下居留 或新台并1万2000元以下罚还 毕竟买卖知识 双方该拟清我愿 强猜方式确实感受不好 现在放暑假 航空公司要拼欧美的航线 像华航就新开了 直飞西雅图的航班 下个月新宇航空也要拓点 强攻美国市场 现在触发西雅图 不用转机转机再转机 只要在飞机上先 享用米歇饮餐点 再睡个好觉 就可以准备开始旅程 10点5个小时就能抵达 前来开箱商务舱 有联名国业包 有隐秘的私人空间 休息能完全平躺 让飞行更舒适 这也是睽違16年 国际航空再次直飞西雅图 以空吧A350来直飞 每周五班台北出发 初级五班的原因是因为 现在运能不太够 我们陆陆续续明年会交机 那我们这个班次 应该会提升到 一天一班 七班 周日首航还有运南旅客 要来西雅图比赛 这位10岁的小朋友 趁暑假以及首航活动要去美国 找好久不见的幼稚园朋友 妈妈这时候本来就有预计要去 但因为刚刚好碰到扫航 所以有改行程 多了很多选择 对 从本来长荣 现在又多了华航 我的小孩子 我的孙子 还有我儿子媳妇 一起要去六个人 华航再次直飞 载客数打九成四 抵达西雅图之后 可爱省时来迎接 各家航空也抢占这条航线 原先只有长荣 每周十班独占凹头 达美航空上个月开航 信誉则预计下个月16号首航 今年四家航空公司加入北美直飞 预计2024年由台湾入境 会有将近40万人次 西雅图到美国各地转机 都不会走回头路 因为它在西北角 所以你要到东北角 或者是要到东南角 都是都不会有那种浪费 可以为客人节省 很多很多飞行的时间 西雅图航线成兵家必争 直飞不只省时间 机上餐也不马虎 滑航全舱等都能享用 移工米其林餐点 常用有干杯烧肉 达美航空则提供星巴克饮品 也让往返台美的旅客 有更多飞行选择 TV比尔顺 刘宇俊林 美国西雅图的采访报道 如果您想购物的话 现在有更方便的选择了 这是YouTube跟南韩的 本土电商企业合作 在南韩推出了全球第一个的 YouTube社群电商 如果您订阅频道的话 在频道下方就会显示 相关的购物连结 所以现在包括中国的Titalk 还有时尚电商平台西音 也都在抢工这块上机 这一名有有400多万订阅者的 南韩人气YouTuber 频道影片下方 有他身上穿着T恤资讯 点选就能立刻购买 YouTube和南韩本土电商企业 吸手合作 在南韩推出全球第一个 YouTube购物专用商店服务 그동안YouTubeが 다른 쇼핑몰과 연결시켜주는 中介者 역할을 하던 것을 넘어 본격적인 e-commerce 사업 확장을 시도하는 것으로 풀이됩니다 近距南韩的中国时尚电商平台西音 近期也以1万韩元有找 换算不到250台币的破盘价 推出多样商品 还请来南韩女星金玉珍 担任旗下品牌首位全球代言人 短影音之王TikTok 成立的电商平台TikTok Shop 也即将登陆南韩 预期在南韩电商业界 掀起一波争霸战 海外电商平台来势汹汹 南韩本土电商企业 有的干脆退出不完了 有的决定重整事业体 全面备战 南韩统计厅 公布6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和去年同比上涨2.4% 利于经济学家预测的2.6% 也是11个月以来的最低值 但是水果等农蓄产品 和石油类物价仍然很高 民众除了商店商平台比价购物 也在实体商店找便宜 台湾 유통업체들이 中소 제조업체 의뢰해 만든 제품에 상표를 붙 접하는 제품을 PB 상품이라고 합니다 기존 브랜드 제품보다 가격이 저렴해 소비자들이 많이 찾고 있는데요 시중의 파는 일반 상품들과 비교해 제조 공장과 성분은 같지만 자체 기획 생산으로 중간 마진을 없애면서 저렴한 가격이 가능했습니다 시중은 개인 연속超市的 自由品牌商品CP值高 透过口으로相傳 셨售增长率 최근 3년連續超过 10% 商品類别也 从食品到生活必需品 요즘은 일반 상품을 만들었으면 지금 다른 회사에서 만들었으면 왜 가격이 싼지 그런 것부터 한번 찾아보고 확인을 할 것 같아요 진짜 뭐 성분도 똑같고 하면 왜 굳이 더 비싼 제품을 살 필요는 없을 것 같아요 남한 여러商品 가격上涨还不够 容量也悄悄缩水 남한 공평交易委員会表示 지금 8月 시작 食物制造商和供应商 如果没有告知消費者 商品尺寸缩水就涨价 最高将除以1000万韩元 折合約23万台币罰款 全面遏止 缩水是通膨 TVBS新闻 綜合报道 回到台湾来看天气 台南在今天下午 突然一阵狂风暴雨 这导致东区胜利路上 有路数倒塌 还有呢 本来是高速公路旁边的便道 也都变成了河道 那另外呢 是永大夜市附近 出现了冰雹 一度积水达到一个轮胎高 民众录下惊险画面 因为大街上不但风大雨大 甚至还有一颗 三层楼高的路数 就横跨在马路上 让目击民众吓坏了 很大声耶 就从这边挡下来啊 走刮风 因为从学校里面挡出来 声音太大声了 不要到车子 没有人要怎样 这起夸张意外 15号下午4点多 就出现在台南市东区的胜利路上 原来当时突然出现一阵 狂风暴雨 一开始只有一小段树枝 断裂掉落 热心民众还帮忙排除 但不久后路数整颗青岛 虽然当时有骑士及时杀停 千军依法保住性命 但对街的小客车 就只能硬生生 被直接砸中 可以买采舰 你要的天災我也没办法 现在如果进行 同一时间 有康高速公路一旁变道 也变成了河道 大批车辆涉水经过 又如沥水行舟 另外永大夜市附近 也出现积水 来到了小腿肚 甚至一度还下起冰雹 不少真要摆摊的业者 进退两难 还被淋成了落塘机 暴风暴雨而已 很好 阿港落冰雹啊 有啦 太大了 当然要摆摆的雨 蜂太大了 如果蜂像用蜂的 全都大壁 全都这水 有60公元吗 有啦 一台火车 都卖都在我雨里的 就连台南火车站 都得出动好几个大塑胶筒 承接雨水 台南午后的这场大雨 来得又快又急 除了造成多数积水 也让不少民众措手不及 TVBS新闻南部综合报导 TVBS新闻直播 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 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